我说我突然有个想法 我说我要搬过来这边 我住在Santa Monica附近 这样的话我上学 这躲起来了 怎么一个都看不见了 Eason也看不见 Eason在哪里 露出来了 Eason呢 Eason被这个纸巾的挡住了 Eason看到了吗 Eason也不见了 Where are you?Eason Where are you? 颜颜已经出来了 颜颜要到了 颜颜要下车了 下车 好 拿好东西 好 Eason出来了吗? Eason出来了吗? Bye Chris Bye 爱你 爷爷 Bye OK OK Eason 你的头可以露出来吗 这里 看这里 看这里 可以 雨伞 可以露出来吗 我们送完哥哥了 我再送你了 刚刚把老三送到幼儿园 现在马上出发 地图 地图上显示呢 是提前5分钟到的 不知道待会的路况是怎么样 希望不要迟到 8点50分 然后估计到学校的话是 9点55分左右 今天带了一个有点时代感的 那个太阳眼镜 这同时也是近视 这个太阳眼镜 然后我排了这个照片给我 这个最近在排练的这个片子的导演看 就是他想要我有个墨镜啊 然后给他看一下做一个教练 这个教练 就是在运动场上基本上很晒嘛 所以会戴个墨镜 给他看了一下不知道他用不用 然后也就平时不太用 然后既然拿出来了 我就今天戴一下 出来的时候朝这边走的话太阳很晒 然后往学校走的时候是往西边走 所以不赛 我今天闲聊一下我们表演班上的同学 对我的一些帮助 主要说两个人 我讲的具体的帮助就是 最近有好几个那个 比较大的一个 英文的audition 是一些TV啊 电视剧啊 和长篇电影的一个audition 那这些英文来说呢 对我来说就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之前的话 会找说中文的朋友一起来说 那这次的话在上课认识了那么多母语者 那我就更好的利用一下这个条件 这个资源 所以就厚着脸皮跟他们 邀请他们帮忙 那他们也很愿意帮 特别是那个Lindsay Lindsay的话就是帮了我两次两个audition 那基本上每一次都用了他大概四个小 第一次用了四个小时 就通过Zoom 然后先是 读给我们先读一下 然后让他听一听 然后再他帮我矫正一下 然后我再边录边练 边录边练 边录边练 所以花的时间特别长 四个小时其实我那天还没有拍完 那第二天我又继续练 然后第二天我还是找了朋友 现场来跟我做reader 但是他对我的帮助就是 在就是语音上 这种 就毕竟他是母语者 所以的话那种 比较标准的真实的这种感觉 那非常有耐心 然后他 我最后其实我最后 发出去的那个audition 其实也不满意了 因为毕竟就连英文都说的还不顺 那更不要谈什么表演了 那anyway 后来我见到他之后 还跟他聊 他说 其实你没关系你就多练嘛 这也很重要 也许也许你也不知道导演会怎么看 但至少你一个一个练 会进步的 那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然后同时他建议我 你就 就哪怕这个audition已经过了 那你也可以重复来练同一个size 这样的一个试镜的台本 因为毕竟你已经弄熟了嘛 你可以把它说得更好 演得更好 我说的他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所以我也这么去练了一练 那第二次他又帮我就是前两 前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的话 我是为了避免耽误他太多时间 我先找他呢 先录了一下音 就是他把所有的 我的词还有对方的 我的对手的词 都念了一遍 然后我用手机录下来 然后我回去 大概练了一天多的时间 准备的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也不可能准备的太完美 时间有限嘛 然后我就 拍顺 就是拍试镜 SELF TAPE的时候 就邀请他通过Zoom 我们大概花了 从11点开始到 什么呢呢呢 我们是从10点开始到 11点 对我想用一个小时 结果就用了一个半小时 还是觉得不满意 但他的时间确实不允 他的时间确实不允许他继续 滑在我身上了 因为他还有别的事情 他有个callback 我也很过一步去 所以就 让他先 就就我们就先到时 我先结束了 然后接着我又继续练 练练练练练练 本来以为当天就要丢了 那个submission就要丢了 结果后来我一查 这个时间推后了两天 两三天 然后我就突然有时间了 我就一直拿着他给我录的音听 然后练练练练练练 就把我练到要崩溃了 然后大概练了又练了两天 我才去录 就我自己录 我又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邀请他来帮忙 但他确实已经帮了我很多 所以我就自己用他录的音 录的那个reader的那个side 的line 跟我的表演 对 对上啊 我把它 对这个方法其实有时候有用 但是事实上不是那么好 因为我是把 你看他reader说一句话 那我接下来我留一个空档 然后再到他下一句话 然后再留个空档 那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我每一次 都会有一些变化的 然后那个时间有时候就不够 或者有时候太长了 那我就会中间会有个空档 我在我说完了话 下一句话应该他接的很紧的话 就不一定接得上如果我说的太快的话 就那样录 就是录到了一个对我来说最好的一次 但其实还是不是很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路还蛮远的 就是还要不断的练太多东西隔离练 然后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上就是已经发出去好几天了 我还会去再练这一句话 但目前来说应该说是更好了 然后第二位同学就是 朱莉尔 他也是 我也邀请他 要当 当时我本来是要邀请Lindsay的 那天Lindsay没空 然后我就找了朱莉尔 朱莉尔的话是在课堂上 他有邀请过我做他的 那个listener 有一个活动 有一个活动当中的listener 就是坐在他面前他把我当成是他的爷爷 然后再跟我讲述他对爷爷的一些告白 那就是有一些 connection吧 就是应该他对我有些理解了解 然后我也觉得他人不错 也比较喜欢帮助人 所以我就大胆的又邀请了他 然后他也满口答应 然后就也帮了我 大概也是花了蛮长两三个小时 帮助也是很大 因为他也很有耐心给我时间 给我录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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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录不断的录不断录 他说没关系没关系 再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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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然后录完之后后来上课见到面也是一样 给我一些鼓励了 也说反正有帮助的话 有需要的话尽管说也愿意帮我 对 所以我之后肯定还会再麻烦他们 然后也会时常的让他们感觉到 哎呀就是let them down 就是会有些让他 就是让他们失望吧 可能会有时候 所以我得更加努力 要不然的话就更加对不起他们 然后lindsay因为帮了我很多次 所以今天中午我打算请他吃中午饭 来以示感谢 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也答应了 ok今天中午就会跟他一起吃饭然后聊聊天 觉得也是一个增进大家增进大家的感情的一个机会吧 他人确实非常非常好 从小时候他就开始演戏 拍了很多无数的广告 然后最近也是好多 片子audition big book 很棒的 希望跟他交流学习更多吧 然后也做一个朋友 好我们现在在路上 现在目前这一段不太筛 然后哎呦就开始筛了 我们到了学校再分享 我们到了学校再次 对面的联络 我们在学校再读一下 我们在学校再读一下 有一个很好的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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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十号公路上特别大 所以他到旁边让我走这条 这条路感觉是那个 靠近那个 Cover City那里 呃 今天上完了 课之后跟同学去吃饭了 就是那个Lindsay 因为她帮我很多次忙忙 帮我做audition 我去的学校旁边那个餐厅非常漂亮 非常好 真的很忙 也不太贵 现在非常塞车 我现在就是才三点钟不到 但是我 对 我要一个小时才能回去 刚才 现在可能开始堵车了 这个时候 我没有这么晚离开过 平时都是一点钟离开 今天上课的话 有点困犯困 那个John Ruskin 今天回来了 他大概有上一周 大概有一两周 他没有来上我们的课了 都是另外一个助教来跟我们上课 今天他回来了 第一个环节的话是我们又好像又做了一下那个上回的那个还有几个同学没做完那个 imagination activity 然后后面再做了一些有两个同学做了一下 课堂上没有太多那种亮点或者说忘掉了一些 嗯 那吃饭的时候跟那个跟同学交流了一下就是我说我突然有个想法我说我要搬过来这边我住在Santa Monica附近 这样的话我上学上上上课也方便不用跑那么远 另外的话我也想在这边的语言环境更好我说更多的英文 然后还有就是这边很贵嘛这边比我们住的我现在住的那边华人区要贵很多 然后那怎么样去就cover这些费用呢那我就想哎要不然我把我快递开到这边开一个分店 嗯我觉得就可以考虑啊因为毕竟就说我毕竟做这个快递已经有六年了嘛有很多经验就说啊会大概知道怎么样快速的启动起来不至于一直刚开始亏本没有生意 虽然是新的区域啊做的生意的客户对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还是有点比较有信心啊赚钱就可能赚的钱不多 但是至少cover我的住住在这边或者学费这些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嗯所以我得跟老婆商量一下然后把这个想法具体化一点 然后看看怎么样实行然后关于住的地方的话我们有几个同学啊这边好像有想要分租的呃那个那个房间 然后看看了解一下他们大概是多少钱我我现在是大概从网上查的话这边还是蛮贵的 就是如果你租两个房间的话至少得三四千很贵 嗯然后我这个同学Lindsay嘛他是住在稍微往南一点的redondo beach那边也不错 其实我搬到这边靠海靠学校的地方呢有几大好处 第一个是语言强迫自己在这个语言环境里面多说英文 然后第二嗯靠近海边我冲浪也方便啊第三的话我开拓一下做一下那种就是非华人的这些生意 如果能做成功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就开拓了另外一方面的市场了 我觉得这些还是值得考虑一下 另外的话在这个地方我去做audition也近了 那我现在就是要考虑我是一个人搬过来还是说把全家都搬过来 我全家搬过来那就要考虑的问题更多了那我一个人的话又两边还是要照顾的话 又我还得跑只是跑的可能一周跑一两次啊但是还是得跑 我得看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想想去跳出自己的舒适区法等时候去换换环境 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想一想没有问题 MING Luca